欢迎来到《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我们这个新节目 每期会让各行各业的朋友们 用脱口秀的形式 来讲一下他们的故事 今天是第一场 大家好 我就是全球华语地区 最想要一定声誉的谈声 非常高兴 能够见到他们警戒的各位同行 这个效果文化特地邀请到这些警察来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公司在这些方面 应该查不出什么问题了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消防小知识 像这种剧院 一般安全出口都在后面和两侧 前排越贵的票 离安全出口越远 所以每次看演出 我都和我老婆说 咱就做最后一排 最便宜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平时我不应该站在这里 而是应该在二楼那个位置 观察着下面这些脱口秀嫌疑人 我得赶紧讲完 这个舞台中心太显眼了 俗话说得好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最关注我们的不是脱口秀观众 而是这帮诈骗分子 一边发弹幕说 这警察说得太假了 还不好笑 一边私下里聊天 这警察太好笑了 什么都不知道 感谢再次感谢 所有的真心英雄 本场真心英雄 观众满意足 有点期待 你别乱我看见 谁上班爱迟到 谁写稿子的拖延症最严重 谁中午干犯罪减 谁最有可能成为 下一任喜剧领导 谁还没办过专场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还有几天播出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还有两天播出